接下来我们临写这一行 其止去 其 注意它的书写性 尤其注意它两点 左边的撇点 变成了一个斜式 方收 接下来这个纸子动静结合 动是上边 它点和横 式的连贯 硬带 而静呢 是一带下来以后 这个日子相对来说 写的端庄 凝重 书写的时候 要把他们这种特征 仔细观察 说印太山教区中 这种以形入楷 我们来看去子 左边的走字 作为一个半包围 它走字 其写法 基本上 用行书的写法 但是这边 每一个 笔画 方向改变的时候 要注意 它毛笔 有一个 调封的动作 空回 然后我们看 在书写的时候 注意 这几部分 它占的稍微比例大一点 而这边 如果看成两部分的话 它稍微 就是他们两个部分 稍微窄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能字 空中曲式 然后这个式 做得非常足 我们看 紧接着它印带 下边这个月字 第一笔 都充满了动感 一直到这个 横折勾的时候 它才开始 稳住 轻轻地把勾踢出来 这边 呼应 右边的部分 左右 高低 基本上是接近的 然后注意 这笔 这个竖题 要把这个崩弹的劲儿 能体会到 在灵袭中 各种技巧 要求我们 熟练掌握 这种掌握 这种掌握就是说 你对毛笔 运用 你对各种笔画形状 它的书写 都要安属于心 在训练 在训练过程中 各种写法 能让你随时把毛笔停下来 去体会 这种掌握 毛笔的形状 应该在纸上 是做什么样的形态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写一字 横 这个短竖 向内相报 跟这个横画 紧密结合 这三横之间的距离 长短 我们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体会 观察 注意这笔 它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能无疑惑 接下来我们写惑字 在淋这个货字的时候 也是要仔细观察 一个是它的斜法 一个是斜线 对于空间的分割 硬带 这个斜钩 这割钩 斜的时候 注意 空中叙事 注意它的弧度和弹性 还有角度 这个点 小而饱满 圆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林写的这一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